在朝城里面被远警带个站着 范贤还在装傻 叫便是来存钱不是领钱 跟装不懂警察在说什么 远行的手一路搭在男子身上 就怕他一个不注意溜走 两人这么勾肩搭背 走回高档五星级饭店 同伙还在糊糊大睡 他们自以为躲在五星酒店很安全 但早在上一间新北的商旅 就已经被锁定 诈骗车手会选择入住板桥的这间商业旅馆 就是因为这里交通相当的便利 因为这边捷运站出口走出来 其实就有非常多家的银行 不过他们说是摆密一书 因为他们在房间内留下了大量的提款卡 才会被房屋人员发现 留下了六张提款卡 五本存簿 房屋人员警觉有意报警 这才发现根本是诈骗集团 同伙先骗求职者及网购民众 把提款卡寄给他们 在骗说发生错误 要到ATM操作 钱转了出去再由两名车手去取款 获速存进诈骗集团的账户 一个多月以内就短短的 让大概有二十岁到六十岁的 这个被害人 汇款了大概两百四十万元 到他们户头里面 远警从板桥一路追到新竹 就在饭店外等了八个小时 趁饭嫌出门时上前逮人 自以为五星酒店很安全 但凡理过必留下痕迹 戴口罩被警方双手上靠 走在后面的嫌犯 就是灵性车手头 横行诈骑界自称浩南 锁定外围提款机 主要选在凌晨犯案 虽然才二十五岁 但足迹遍布被台湾 多达二十六处警察机关都在找他 见到警方上前诈骑界浩南 也会因为紧张到手狂抖 平常为了躲查器都会用术语 向攻击就是上游要求去领款 负责露脸领钱俗称大碗公 这旁把风的则是小碗公 骗来存折则叫漫画书 炸七集团猖獗 但最近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车手从大陆返台继续骗 尽管手法分工再怎么细腻 遇到警方还是惨题铁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